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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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要来介绍一下怎么来到我这个王国1566 那到大地图这里呢 按下这个地方有个小旗帜 那这边可以看到资源分布 那还有一些联盟的一些位置 那我的领地也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绿色都是我们的成员 那你再按一次这个地图的话 这个地球 就会看到这个地球的样子 那每一个地球都有不同伺服器的玩家 占领当国王了 那目前我的目标也是在1566 当上国王了 但是现在要当国王 我们的实力可能还有点困难了 那我们附近还有一个1549的鲁肉帝国 还有一些中国的加拿大的 每个国家的领主都会在上面 那也可以自定义了 要用这个什么猫虫的 其实台湾人玩这个游戏也算是蛮多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台湾的国旗 也不算国旗了 这个算是旗帜了 好 然后奥运旗帜 那台湾这边 我目前也是想要拿下1566 那1566这个地方 要怎么拿下来 就是一个问题了 好 目前我的想法是 先壮大自己联盟的人数 然后有机会 自己也赶快破百万的战力 才有可能当下持续的国王 不然持续目前跟我争夺国王的人 其实也是蛮多的 其实不太可能拿得下来 好 那我们今天 就也没有要跟别人挑起战争 毕竟要当国王 也不能随意打人 没办法顺服民意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挑战这个无尽之门 然后无尽之门这个模式最有趣 就是我们上次影片有提到 就是一个塔房的策略游戏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玩这个游戏 那这个游戏上次由于收音不太好 所以这次用一个正常的音责 来玩一下这款塔房游戏 那我这边先高速刷一下 先刷到一些史诗级的一个效果 要好好开始玩 好 看起来没有刷到我要的 有了一个解冻大帝 OK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今天的塔房吧 那我这边一样走法术塔 用法术塔箱很强 好 那带资源 带血量 血量不错 OK Let's go 那塔房已经来了 一开始我会先盖这个冰雪塔 可以缓速 过来的敌人 那我会再盖两个火炮塔 直接升到三等 那我们直接用四倍速 高速通关 OK第一波过了 看一下奖励如何 哦 法术塔加20 这个也不一定啊 好第二波是在下面这个位置 嗯 下面这个位置的话 这里盖个冰雪塔 稍微守一下 然后再插法术塔在这个位置 呃 这里最好也插一个 好 这样感觉差不多 好第一波准备要来了 好第一波准备要来了 好第一波开始杀了过来 但是上面有两个防御塔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欸现在一出来就被缓速 好前期就利用自己大量的一个法术塔 加冰雪塔的缓速啊 轻松拿下 那这边我们选择奖励加1哦 让自己的选择变更多一点 好那第二波看起来是在这个位置 也没什么问题 那先把这些法术塔都升到三等会比较好 好 OK再升级一次 OK问题不大 好这边再下个冰雪塔 好再缓速一下 尽可能把这个缓速的面积打到最高 好这边再加速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是守住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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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危险了 好这边再下一个冰雪塔 多重保护 那主要还是要靠输出 才能解决掉这些单位 这边没有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加血量感觉不太需要 先来加这个资源 效率增加 好那现在左边 这边出兵也有怪了 那我这边就下一个法术塔 做一个防守 好这边先升一个三级的 然后这边再插一个 插两根 哎 完蛋 这个没守住 赶快 吸他 哦 这个就是漏网之语啊 好 左边两根 塔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再把这边 稍微 让它缓速 再缓一点 不要让它跑太快 来 OK 就这边可以升级了 这个 法术塔 好 塔术塔 再用布局应该没什么问题 喔 还速该缓的地方都缓到了 哦 找到又不错了 法术塔 伤害加40% 像165% 加上80% 那就是超过200%的伤害了 来 再继续看下去 要怎么打 这边法术 诶 冰雪塔也可以升级哦 它这个覆盖面积再更广大一点 这只也比较好守 那这边我觉得可以再下一个法术塔 压压惊 避免有这种肉王之欲 有时候会跑出来 好 这里也下一根 尽可能 把这些法术塔 一直有在输出的时间里 才不会 全部怪都积在一个地方 然后来不及消灭掉 这是非常危险的 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直疯狂盖这个法术塔 盖越多越好 一直盖一直爽 OK 嗚 这边的量开始有点变多了 好 快升级增加伤害 好 开始一堆吸吸吸的声音了 好 这边我们在宣告 奖励品质提升 这样子我们的奖励 就可以尽可能了 拿到最好 好 那这边开始有兵会出来了 我们这边再下一个 然后法术塔 一样要升级 冰雪塔完全覆盖 整个地图上 他们还速 还到极致 左边应该没问题 那我这边再继续升级 这边再下一个 塔 这里也下一个塔 好 尽可能的 把中间的塔 都做攻击 然后外侧的塔 放这个冰雪塔 好 就可以有效的 胡子进攻了 OK 我们这边塔 可能要再多一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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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也是 轻松手术 关键是第七波 会比较困难 这边有雷电法术 来个雷电法术 哇 差不多需要控场了 没有控场的话 可能会出事 跟第七八波后面 会有一些大型怪出现 好 升级升级升级 好 这边再插个几根 冰雪塔 升级一下 看起来 哇 有龙来了 这边可能要垫一下 这个不垫一下 这个龙可能会穿得太快 直接把我穿死 哇 才刚速完就来了 完蛋 完蛋 啊 好恐怖 但这边可能也要再下个冰雪塔 好 这边扩大防守范围 这里也是 尽可能把这边都覆盖住 但这个位置不太好 这个可能要回收掉 放这里好了 有了个末日审判 太好了 有末日审判的话 就不太害怕了 好 那我现在 红金有点多 那我们现在要赶快把自己的冰雪塔 覆盖完全部的位置 那尽可能的 在上面做更多的防守 它们开始重过来了 我开始手忙找乱了 升级升级升级 好 那这样看起来问题就不大了 好 冰雪塔 加上法術塔的 究極組合 欸不是吧 欸不是吧 要被溜過去了嗎 第八波會贏欸 冰一下好了 我害怕 呵呵 這個冰一下好了 不然溜太多的話 我的錢也會太少 OK 冰一波慢慢解決掉 看來沒什麼問題 OK 整個地圖都插滿塔 那我們一直拿末日審判 末日審判可以有效的 阻擋敵人的攻擊 好那左邊開始出兵了 這個地方出兵是最困難的地方 冰雪塔感覺要在升一個 一個位階喔 好差不多第一波要砸了 這邊會守不住 直接砸光 好漏一波進去 那沒有關係 這邊喔我們炸的關係喔 直接拿到了非常多的資源 先把四個邊邊角角的法術塔 直接給他升上去喔 這讓他增加這個傷害的範圍喔 欸這一波我可能又要漏了 炸 哎呀那隻龍沒炸死 有點有點浪費 這個炸 炸的有點爛 有點醜 好 放了兔塔再繼續蓋 蓋多一點 好 全部都該升到四級 四級四級 好 升一下升一下 各種雞雞升 好 第九波了 過了 再來就是 最難的 第十波 怎麼辦啊 第十波 沒有法術了 沒有法術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我現在感覺到非常絕望 啊飛龍好快啊 哇 露了好多小兵 飛龍還打不死 完了 涼 瞬間涼掉 沒了 原地爆炸 哇 第十波真的每次都過不了 第九波就已經很難了 好那拿到這個 這個勇氣硬幣喔 我們可以來換一些東西 那我個人喔 推薦是先換這個鐵礦包 鐵礦在後期太貴了 還有這個神獸單 也可以趕快換一下 還有這個太坦結晶 也是蠻重要的 可以強化這個 這個什麼 欸這個什麼雕像 看一下那個雕像在哪裡啊 好 這裡還有這些神器可以做升級 這個BGM好像掛掉了 好那今天喔 這個我剛剛說的雕像就在這裡 這裡前面有一排雕像 然後它的升級 要來 這是礦洞 升級 升級是這個 對 這個雕像可以升級 那我剛剛換這個太坦結晶喔 可以增加弓兵的傷害 所以玩那個塔房喔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 在大T圖上的一些 戰場優勢 所以自己要怎麼發展 這個遊戲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說 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款遊戲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處 去點擊連結 下載這款遊戲 那這款遊戲叫做 戰火與秩序喔 那盡量用那個連結下載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呢 那 呢 有 呢 我是 但是 沒有